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種用法 應該怎麼講 跟龍嘴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要被巨型限制住 不要管巨型的轉換 那個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字面上 他本身是怎麼樣的表達 你就從字面上去看 其實就已經夠了 為什麼我這樣講 同學看 你把它拆開 一個一個字拆開 我們在解讀 任何文章句子的時候 最重要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的 日文是一種可以把它拆掉 剩下單一字的程度 也就是各位看這邊 一個詞 一個住詞 一個詞 一個住詞 對不起這個我打錯了 應該拆掉以後 你注意看 首歌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首歌本來就是那個地方 到哪裡為止 一樣名字加住詞 到那個程度 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翻成 到那個地方 跟到那個程度 其實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這邊 跟首歌本來的 第五到這邊為止 縮對不對 縮到那樣的程度 然後後面加一個NO 我問同學這個NO代表什麼 住詞還是單字 這個NO 讀學練習看一下 這個NO代表什麼意思 說到 那樣的程度 這件事 說到這樣的程度 假如後面是NARA 在這邊 我猜是K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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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那件事 說到那樣的程度的話 後面就沒有講了 懂嗎 嗯 所以 這樣的事情 你說到那種程度 那後面我們就不用談了 對不對 所以 這種用法 基本上 NARA的用法 假定型的用法 前面 說到那樣的程度 你注意KODO 我把油再把它換掉 好 好同學看 一樣 因為你要問用法嗎 你看一樣的道理 SKODO 假如 你吃都吃到那樣的程度的話 你不胖才怪 那個一樣的道理 這樣了解喔 所以 這邊動詞 基本上是可以替代的 它並沒有破壞 基本的結構 嗯 一個詞 一個助詞 名詞 加助詞 加動詞 動詞 用原型修飾 代名詞 代名詞 代名詞的後面 名詞 加NARA 假定型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嗯 這樣了解喔 你本來是哪裡 跟不懂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看了文法的書 我看了文法的書 那它 它是用日文寫的 它是說 一般來講 這一句話 後面是加一個總結 可是因為它沒有例句 所以我不曉得要怎麼用它 喔 沒有 因為有時候 像這一種說明喔 嗯 比較難懂 你說總結是什麼意思 不一定要總結啊 是 你都說到那樣的程度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用總結 我要後面要加什麼 都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是 不要被限制住 你會誤以為就是說 它的後面 一定要放那個結果出來 對 不是嗎 我就是這麼想 沒有錯啊 問題是 我們不一定要講結果 因為你用總結 這樣的名詞 來做解釋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被限制住 是 你都說到那樣的程度 我不去都不好意思 對不對 那是不是結論 不一定啊 我不去都覺得不好意思 是不是一定要去 不一定啊 我只是覺得 我不去 有一點不好意思 就這樣而已啊 那這樣很曖昧耶 當然啊 本來就很曖昧啊 所以文法喔 我一直跟各位講 文法不要看太多 就在這邊 你越看越多 你會越亂 嗯 基本的原則掌握住就好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你只要練習這樣 そこ 拆開 まで 拆開 有 拆開 も 拆開 ナナ 拆開 以後 你知道他的相互之間的關係 不就好了嗎 嗯 對不對 不要 不要 認為 千萬不要認為 什麼東西都是巨型 沒有這回事 沒有所謂的巨型 因為巨型是限制的 是死的 所以我比較希望各位 放開 大量的去讀 你讀越多 你就看懂越多 不要去想太複雜 這個是我希望各位 要做的重點 是在這邊 要做的重點是在這邊 而不是 那個 一個字 一個字 這樣的去 拆解 就能夠 cover掉全部的 我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當我們每一個字 每一個詞 它怎麼樣接續 只要沒有破壞 那十八個規則 這樣的具構 絕對是完整的 你不要被限制住 千萬不要 之前本來要給同學讀的 我忘了有沒有給你們讀過 這個 這個有沒有讀過 有沒有 沒有 好 而且看這個 這邊有三句 我們先看 最下面這一句 比較簡單的 風吹 一個詞一個住詞 你 一個詞一個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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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句子 風吹的時候 然後 吵 吵 就怎麼樣 搖動 相互怎麼樣 用 他們自己的身體 有同學看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動詞 這個動詞 修飾後面的這個度 對不對 這個動詞 第二變化 加上動詞 變成 符合動詞 只是這個動詞 先變成了 死意 對不對 死意型的轉換 好 同學看這個 先唸看看 來 風怎麼唸 好 好 先練習 快點 好 來 吹 吹 吹 來 吐 吐 吐 哎很好 這個字要注意 吐的讀音 等於旅行的這個讀音 吐 這個字 我們沒有學過 吐就是每一次每一次的意思 往後sawa-sawa-to 我们讲过 别字什么词 副词 副词 要记住 副词的后面 基本上 助词不是用tô就是ni 对不对 这边他用tô 好 曹 来 游 好 这个字 也是可以把它变成 你声音由林大瑜 游泪游泪 一直咬的意思 我们讲过 叠字多半代表副素 来 相互 叉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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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手摸 身体 叉咬 来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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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注意這個字喔 這是觸摸才對 觸摸不動 另外一個讀音 觸摸 來核怎麼唸 好玩 好玩 變成第一變化加Cell對不對 11 來 Sawar跟Fler有什麼不一樣 Sawar主動去摸 不然不行 觸摸 觸摸 對啊兩個字都觸摸 有什麼不一樣 Fler有碰到 碰到 是 可以的 Fler 是 碰觸的意思 他自動他動都可以 這個字 觸摸 觸摸 所以請不要 碰那個東西 Sawar主動 你 去摸這個東西 Sawar主動 Fler Fler是 碰觸摸 Sawar主動也是摸 但是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 Sawar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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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r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會用Sawar 为什么不会 同学看一下 要注意 Savaru Ru前面是什么 Ru 对不对 对 什么词 什么动词 Ru前面是R 什么动词 Savaru 自动词 所以前面 一定要用R 这个助词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更何况第二个 它的尾音是R 所以不会是Savaru 而是Fureる 不要忘了 同学不要忘了 各位不要忘了 它基本上 Fureる Savaru 汉字的拼音会不一样 汉字的后面 这个R 一定是Fureる 把Ru去掉 第二变化 加上R 复合动词的结构 Savaru 不会变成Savare 这样了解 所以各位看 你看它的描写 风 每一次吹的时候 草 就 沙沙的 摇动 草跟草 相互之间 把它的身体 这样 相互 接触来 接触去 发出Savara Savara的声音 所以你看它的描写 它在 整个使用的过程里面 它的 柔软性是够的 我希望各位去体会 这样的句子 为什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里面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字 只有这个Tavi 我们没有学过 剩下的 这个都学过了 Savaru 我们在那个 Savaru N 有没有 动词 圆形 加上N 表示 强烈的禁止 这个部分 要特别注意 它的用法 所以 我们以前讲过的 Savaru N 这样的 动词圆形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因为它是 在后面 所以 不会 Savaru 不会是 N 变过来的 所以变成 Furel 相互触摸的意思 因为它是 自动词 它动词都可以的 Furel 两种词性 特例 要注意一下 自动打动 全部兼具 好 再来 Awaser 本来是 Au Au 这个字 也要注意 我们讲过 Au 变成 Ai 转为 名词 这个字 前面加 很多字 都可以 做 排列组合 出新的单字 所以这个字 要多多运用 像这个字 Furel 就变成 相互 碰触 的意思 同样的 Miai Miai 相亲 对不对 Miai 好 再来 Miai Miau 很合适 这个都是 可以直接加上去 来使用的 再来 Tat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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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就是 互相 对打 也可以用这个 Naguri Ai Hanasi Ai 互相对话 这个单字 非常好用 希望同学 一定要把这个学会 这种用法 非常非常的 常在小说里面 日据里面 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看 上次我们讲过 歌和战 有没有 歌 Ai 这个就是 一样 歌 Naguri Ai Miai Niai Tatakai Ai Hanasi Ai 全部用 地要变化 转为 名词的 形态 加上 Au 或者是 Ai 变成 富而 名词 或富而 动词 这种 结构 请同学特别小心 它不是很难 但是一定要会用 这就是刚刚同学问的 所有的巨构 我现在开始就必须要练习 我怎么样运用 而不是只是懂而已 我能够运用 当然就会变得更灵活 这个部分你会了解的更多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句子 读起来都比较有感觉的 它的柔软性比较够 不像我们一般课本 那个硬邦邦的句子太多 并不见得是好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鼓励同学 要多读小说 原因就在这边 你小说看多了 我就顺便跟各位讲 比如说我们这名词句 你读完了以后 很多东西 像那个第一本的 所谓的 Kimino Nawa 这么多句子 二三十个句子 你都可以读懂 就代表 Kimino Nawa这本小说 你已经具备解读的能力了 所以你大可以去买一本 Kimino Nawa这样的小说 从头到尾把它 好好的读一遍看看 自己可以挑战看看 而不是只读其中的一小段 我教同学里面的一小段一小段 这样子是一种运用而已 但是我真正希望的是 同学能够彻彻底底的 利用自己的能力 凭借自己的力量 把整本小说读完 你读完一本之后 后面的部分 你自然而然 自己就可以打开那扇门来 以后都不会有问题的 读起来 你就会流畅很多 好 先生 起点摩意 来 多久 那个 沙瓦沙瓦这个地方 这个副词 它是在修饰说 身体跟草接触 所产生的声音 还是单纯在修饰 那个草摇动的那个声音 它这边基本上就是优劣而已 沙瓦沙瓦是优劣 而不是就是身体跟草碰触的 那个声音就对了 它不是在修饰 不是 它这边很单纯 就是你要记住 腹脂它是直接修饰 它不会修饰到后面的动作了 这个是在讲 这些草相互之间 身体再摩擦来摩擦去 是这个 这个是修饰油泪 油泪所产生出来的沙瓦沙瓦的感觉 就是草摇动 然后所产生的那一个声音就对了 草互相摇动所产生的声音 沙瓦沙瓦 所以它是修饰后面这个油泪 油泪就对了 对 谢谢 它一定是直接修饰这个 它不会修饰到下一句 整体的画面来去感受 中文应该怎么样表达 会比较好 真正的表达还是一样 你没办法省略到那个 每次风在吹的时候 这些草摇动者的草就相互之间摩擦着他们的身体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中文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日文它是要把这个跟这个来做修饰 它很清楚的是修饰这个 中文要把动作先讲在前面 后面的状态才讲出来 是不是 所以那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翻译上的话就是我们要先把这整句 从头到尾就是先了解之后才去解读这一个 这一个副词它到底是修饰那一个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そうです 就这样 了解します 他には何かご質問がありますか はい ここでちょっと伺いたいですが えっと さわさわとざわざわ 似合所が何ですか ざわざわ はい ざわざわ同じ意味ですか よく分からないです 例えばざわざわと風が石段の両側の竹林を揺らしていく これでざわざわざわという意味は何ですか 一般的には 卓音 卓音 卓音のものは あんまり いい意味ではないのが多いです そうですか 比べれば 同じ犠牲語 犠牲語の中には 大体 正音の部分は 大体 いい意味のが多い 逆に 卓音の部分は あんまり よくない 意味のが多いですよ そうです 我刚讲的意思是说 在日文的 您生语 您太语 语面 基本上 清音多半都是 正面的 意思 比较多 如果是 タクオン 就是 卓音 的时候 多半都是 負面的 意思 比较多 比如说 ざわざわ 人の声がうるさい 人声 鼎吠 很吵 那我觉得 不舒服 就 ざわざわ さわざわ 發出 吵的 那一種 摩擦声 不至于 会有 負面的 感觉 柔らかくて 気持ちよさそうな 揺れてる 油漆 を表すのが多い 所以 さわざわ 的意思 就是 風吹 著 这些 草 他 这样 蓬出来 柔軟的 花 振り 辞职 以で 地上の 何もかも を 白い 天の 沈黙 で 辞职 で いた 这边 出现了 て いる 的 過去式 的 句型 それ 你看 这边 应该 怎么样 翻例 会 比较好 好 像这一种描写方式 我们 台湾的学生绝对不会这样写的 这一种描写方式 会比较好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讲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会比较好 所以探讨看看 台湾的学生在写的时候绝对把这个省略 就这样 有机会比较好 有机会比较好 就结束了 对不对 他在这边 意思就是说 一波 接一波 对 接二连三的 接二连三的 对 很好 这个就是 接二连三 一直接上来 一直接上来 衔接不断地 怎么样 继续的下着 对不对 地上怎么样 你看这边 一、二、三、四 四个住词 何人都必须 同学看到这样的住词 也是一样 你看台湾的用法 一定把这个都省略 何人都必须 這就是我們一般人會寫的句型 避上所有的東西也 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句型 東西要記住 疑問詞 對音量記住很重要 日文的任何疑問詞 加上も 表示全部 的意思 所以你看 何謀 広い天の字幕 什麼東西都被白色的天 那種沉默所包圍住了 包住了 所以這個就是疑問詞加も 代表全部的意思 好 現在請同學練習 用疑問詞加も 造句 隨便句子都給 同學隨便寫 快點 現在 練習してください 短い ものでいです 完整的句子 請同學講完整的句子 隨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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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例子 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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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 一級 以及 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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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同學講 一加一等於二 這樣的數學問題 誰都會 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會 用日文怎麼講 誰も得きます 誰もわからない問題 沒有這個是誰もわかる 不能說わかない 一加一等於二 誰もわかる問題 誰もわかること 這個不要用問題 儘量不要問問答 問答是中文的表達方式 誰都了解的問題 不行 這種東西不叫問答 這個是 不是問答 要注意 日文的問答 現在不是題目 不是題目 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要特別注意 誰もわかることです 誰もできることです 哪裏也不能去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用在什麼場合 いつ使用 いつ使用 どこも行けない 何を見え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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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を作ってください 例を作ってください 何を使いますか 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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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誰も行けない ニュシグの時 どこも行けない 對阿姨這樣很好的句子 所謂的意思就是自主管理的時候 了解喔 所以你看同時要記得喔 一問詞加摸這個 還是有摸 這表示不管去哪裡都不行 的意思 這種用法請同學一定要記住 一問詞加摸表示全部的意思 這是比較特殊的用法 希望同學記起來 好再來卡表示不確定 摸又來了 也就是說 全部或者完全沒有這樣的感覺 不確定的感覺 再來摸 表示什麼 直接對象所有的東西 摸這個 這個我們看 哪尼歐 広一金目歐指針的 一打 好我問同學 這個歐的動作 是哪一個 這邊為什麼用歐 因為哪一個字的關係 因為哪一個字的關係 而用歐 對 這個全部都不要 有沒有 可以說 只要 只有 哪尼歐 自尊的 然後 這個 広一天 の 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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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nani mo o也可以啊 我用nani mo ga也可以啊 我再加一個mo也可以 這個是可以每加一個 每加一個他的意涵就不一樣 所以同學要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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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去加慢慢去想 為什麼這邊用oh 這邊為什麼用mo 這邊為什麼用k 這邊為什麼用mo 再講一次 疑問詞加mo 表示全部對不對 再加k 表示不確定 再來一個mo 又是什麼東西也都怎麼樣 再加一個o 直接對象物就是nani 這個動作在哪裡 指字幕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都是修飾 這個表示工具方法 這個單純的工具 方法 被什麼用什麼東西 用沉默什麼樣的沉默 白色的天的沉默把他包住了 他在描寫 學 同學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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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著 地上所有的東西 好像全部 好像全部 好像全部不確定嘛 不確定嘛 整個周邊環境的感覺 你去看看你就知道 他的差異性有多大 這個希望同學慢慢去體會 所以你看不管這邊 他描寫雪或描寫風 所造成的環境的那一種感覺 寫的非常的好 這樣的作品我都希望同學 多去讀一讀 把自己的文章寫的更柔軟一點 表達的時候會變得更漂亮 這種文章多讀 對同學有絕對的幫助 好再來同學再看這一句更長的 來同學再看這一個 好同學看 這個 庭是 全身的 庭是 覆われている どの草や葉の上にも 又来了 梳雨があり 降りて その梳雨の一つずつが 月を再有两个念吧 祝或者是宿して 都可以 这个念宿 春度 陰度 祝 知って キラキラと 光っている 再来 一つ 二つと 蛍が 闇の中を 舞う 蛍が 地上に 降りれば 霸心と地震 どれが 梳雨も光り高 ほたるも光り高 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そうであった 一個字 結束 最後一句 待會再講 同学先看前面这句 到这边就好 好 同学先看 そば 静 庭は みっしりと 夏の草に 覆われていて はい みっしり 我们没有学過 覆蓋 覆われている 这个是草 夏 庭 庭はみっしりと 夏の草に覆われている ている ている 的句型 れる 表示什么 被動 所以 这一句 应该怎么翻 庭院 怎么样 被 夏天的草 覆蓋着 来我问东西 みっしり 什么词 覆蓋 一样覆蓋 我们讲过 一个字 一个出音 两个字 后面加拖 或に 覆蓋的基本结构 跟后面这个 有没有 きらきらと 蝶字 加拖 还是覆蓋 或者に 日文的覆蓋 几个特征 第一个 外形 一个字 一个注音 一个字 或 一个字 一个注音 两个字 或 两个叠字 这都是覆蓋的 基本结构 第二个 他的后面 接的注詞 不是拖 就是に 不会有 其他的 所以 みっしり 我们虽然 没有学过 但是 这个单字 绝对 可以猜 为什么 夏天的潮 被 在 覆蓋 着 庭院 我问同学 这边的 みっしり 应该是 什么样的 感觉 同学 要记得 当你在 看小说 或者 参加 检定 考试 的时候 你不可能 每一个字 都懂 尤其 你在 考试 的时候 你根本 没有办法 查字典 所以 你就必须要 从前后 去 猜 这个字 可能 是什么 这样了解吗 夏天的草 茂密 对 很茂密 一定 什么颜色 绿色 对 绿色 茂密 麻麻的 盖住了 庭院 所以 从这边 你这个 不查 你都可以 推敲 出来 它 到底 什么样的意思 同学 一定要练习 这样 这样了解 好 再看后面 我们 这个 很少 看到的 去 够 在一般的 我们读过的 五十课 课本里面 根本没有看过 这个 有没有 どの 有没有 ほの その あの どの 一样 这边 用 どの 我们几乎 没有 没有读过 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是 ほの その あの 很少 看到 どの 所以 在这边 翻译 应该怎么翻 比较好 好 这个 どの くさ や はの 上 にも つゆ が おりで 来 中指寻 到这边 就好 おりで 是什么 意思 下来 翻成中文 应该怎么翻译 会比较好 草 批 批 批 葉子的上面 都 都 降了 就有 露珠 嗯 都有 露珠 那 どの 应该怎么翻译 どの 不管 不管 对 很好 不管 哪根草 哪个叶子上面 都 什么 沾满了 露珠 对不对 你看 这边 どの 这边 用鸭 好 又来了 代表着什么 除了草 叶子上面之外 还有什么 其他的东西 也都被 露珠 沾满了 对不对 嗯 好 同学再看这一个 什么 紫幽 如 日子 日子 好 日子 切着 我们 有讲过吧 一个 一个 切着 好 怎么样 好 应该怎么样翻译会比较好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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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映着 月光的 闪闪的月光 对 很好 就是 每一颗 露珠 都 感觉 好像 有月亮 住宿在里面 一样 闪闪 发光 对不对 所以 几啦几啦 是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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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叫 几啦几啦 星 が 几啦几啦 している 光 ている 都可以 星星 一闪 一闪 发放着光芒 所以你看人家在描写 他把那个全部一颗一颗的描写的这么彻底 每一颗都好像月亮在里面 就如同学刚刚翻译的 月光反射在上面 闪闪发光 很好 再来 同学看这个 一字 二字 都 火垂る 这个字要记 火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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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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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在這邊讀的時候 你感覺怎麼樣 沒錯 這邊講的意思就是 一隻兩隻 這邊不要翻成一個兩個 沒有錯 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同時要記住 我曾經跟各位講過 日文裡面所有的計算單位 最好用的就是 這十個字 它什麼東西都可以用 所以在這邊應該翻成什麼比較好 一隻兩隻 一隻接著一隻 同學有沒有看到 一多子 一多子 跟剛剛下雪 下雪 有沒有 為什麼下雪不能用一多子 因為它不是 一個一個 一隻一隻的 它是整片這樣下下來的 所以 用剛剛那一種表現會比較好 好 我再同樣問同學 如果這邊 我把它一樣改成 一隻日子 前面這個一隻日子 改到這邊來 一隻日子 有什麼樣的感覺 什麼樣的感覺 跟一多子 二多子 有什麼樣感覺不一樣 一隻一隻飛 飛 嗯 飛上來 那有一種是整片群體 那有一種是整片群體 往上 的那種概念 打下 感覺是 對 哪一個是 樹上 哪一個是群體的 一隻 一隻 一隻飛上來 然後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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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子 一片 這樣子上來 整群的 整群的 一群的 就是一隻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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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一個 這樣的 比如說 一隻日子 入住 教學生 一個 一人 日子 一個 一個 進來 進來 不能 一起進來 一隻 二隻 都 どんどん はいてください 一人 二人 都 どんどん はいてください 就說 同學 請你一個兩個 一直一直一直 去接進來 這樣的意思 這樣了解 所以 這邊就講 一隻 二隻 一整群的 螢火蟲 螢火蟲 怎麼樣 在 黑暗中 天中 天天起舞 好 我問同學 這邊 火蟲 為什麼用 ガ 後面為什麼用 火蟲 如果用 火蟲 火蟲 黃 這個 代表什麼 竹语 竹语 那为什么代表竹语从哪里判断 猫 猫是什么词 什么动词 自动词 对它是自动词 好 那前面用的是竹语 加上后面猫是自动词所用的 那猫的前面那个注词为什么用课 线性移动 没错 自动词正前面用课的时候 唯一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用在地点的线性移动的时候才用课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样了解 它不是地点 它有点像方向的感觉 没有在黑暗里面 它算一个广义的地点没有错 对 在黑暗当中 在桌子上面 在椅子下面 上中下 还有左右前后 这个都是可以代表地点 没有错 你的概念是讲对了 是方向 但是在这个地方 可方向也可以视同为地点的感觉 这样来用 会比较不受限制 所以这些东西 同学要慢慢去感觉 所以你看 它在这边描写录珠 描写音乐从后面的更精彩 同学看这个 先生 待会 闇の振り仮名 間違った 闇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 我写错了 ごめん 好 是 続けてください 穃 蛍 が 地上 に 降り れ ば どれが 露の 光 だか 蛍 お わから が わから 争 なでしまいそうであった 待會再講 來同學看這一段 應該怎麼翻譯會比較好 と翻訳すれば 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か なぜんはんのほん わたる わたる どうやって 雲火蟲 弄到地上 地上的時候 不曉得是不是露珠 是露珠 還是 還是 雲火蟲的光 雲火蟲 所發出的光 那為什麼這邊用 又來的 どれ 跟前面這個どの 這邊用どれ 同學有沒有 同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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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のどれ 同學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在這邊 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這兩個就感覺什麼 どの草や 花の上にも 這表示 不管什麼的意思 這個也是 不管 哪一個光亮 光點 我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 露珠的亮光 還是什麼 雲火蟲的亮光 對不對 雲火蟲怎麼樣 這邊 おりで 應該翻成什麼 比較好 降下 停在地上 它不會停的 降落在地上 降落 飛落 飛落 好 雲火蟲 飛到地上 飛到地上 飛落 好像摔下來的感覺 好可憐的 雲火蟲 好 雲火蟲 飛到地上 的時候 哪個 是 露水的光 哪個 是 雲火蟲的光 變成怎麼樣 不清不楚的 到最後 似乎 那樣 對不對 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 當雲火蟲 飛下來的時候 好 我問各位 誰的感覺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看清楚 我的感覺 哪一個我 從哪裡 你可以看得出來 是我的感覺 受打嗎 主觀客觀嗎 嗯 不錯 團長 突然間變得很銳利 自從看事情以後 我發現 團長 進步超多的 沒有錯 沒有錯 受打 受打 好 我重點在這邊 沒錯 一下子就抓到了 很好 我問同學 受打跟六打 差異在哪裡 樣子 主觀跟客觀 對 主觀跟客觀 哪個是主觀 哪個是客觀 受打 受打是主觀 右打是客觀 嗯 想清楚 哪一個是主觀 哪一個是客觀 右打是主觀 受打是主觀 右打是客觀 是嗎 是 好 我偷看小超 受打是好像人在現場 那就是主觀 右打不太 人不在現場 客觀 沒有 如此 右打是主觀 受打是客觀 太遠了 猜錯了 右是主觀 受是客觀 嗯 要記住喔 對對對 好 右是主觀 受是客觀 表示這邊的受打 是誰覺得 如果我這邊 把他改成右打 的時候是誰的感覺 我的感覺 對 右打是我的感覺 受打呢 他人的感覺 全部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樣知道嗎 客觀的 每個人 看到這樣的東西 都有同樣的想法 才叫客觀嘛 主觀是我的認定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 右打跟受打 最大的不同 所以 這邊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 那個畫面 那個場景 整個 那一種 感覺 每個人 看到的時候 都會分不清楚 哪個是露水的光 哪個是 螢火蟲的光 他已經 混淆在一起了 每個人都會有 這樣的看法 所以 同樣的道理 好 我問同學 現在同學練習造句 看看 看到 蒙娜麗莎的圖 每個人都會認為 他好像在微笑 怎麼講 套用這個劇 每個人都會這樣認為 對不對 大家的共同的認識 看到 蒙娜麗莎麗莎的圖 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怎麼講 似乎都會覺得他在笑 沒有 打出來 沒有 我要讓同學知道 同樣的這樣句子 我要運用的時候 阿姨把他講完 說怎樣 後面沒有結束 那是口語可以 吼吶莎麗莎的會而見到 愛had i 那是口語加 阿噚 對 受打、受立 這邊為什麼用 他拉 坐 阿姨我請問你 你這邊為什麼用他啦 假定啊假定有四個 為什麼不用扒不用偷用他老實的意思嗎 是沒錯 好我問各位基本上這四個住詞 這個假定的住詞 托跟巴我跟同學講過了 這兩個一定代表什麼 跟他啦那啦有什麼不一樣 自然的連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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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偷 自然的連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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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一定會發生才用托 嗯 巴是不一定 那啦 塔啦再想想 忘記了 基本 各位要記得喔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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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托跟巴 巴是必然會出現後面的結果 塔啦跟那啦 不一定 這是第一個判斷的基準 你要記住 所以我們每個人看到 摩娜麗莎的圖 都會覺得他在笑 這是每個人 都會 必然會有這樣的感覺的 當然用偷跟巴會比較好 這樣子喔 再來 第二個 塔啦的話 有前面的音 才會有後面的國 那啦的話 剛好顛倒 要前面的音成立 一定要先有後面的國 就這樣 剛好兩個顛倒 塔啦跟那啦 顛倒 托跟巴 必然成立 那托的話 百分之一百成立 巴的話 必然成立的感覺 所以這邊用巴 應該會比塔啦來的更好 好 那 不是他給我們 而是我們感覺 用 並不很理想 這樣子喔 阿姨的阿里塑 比較好 好像有 這樣子喔 好像有 比給我來的好 各位要記得 給一定是瘦瘦動詞 對象一定是人 要記住 給一定是人給人 誰給誰 活的東西才可以給 這個要注意 這個要注意 所以 巴 巴型是ok的 見れば 這樣就很好的句型 有沒有問題 所以 這個東西都是一樣喔 做 塑打 好 現在請同學 再造一個 誘打的 我怎麼樣用誘打 比如說 我看到煙火 他 我看起來 好像是 蒙娜麗莎 的圖 怎麼講 那個煙火 打上去的時候 我看到的 感覺 好像是 蒙娜麗莎 的 微笑 好像 我的感覺 好像 蒙娜麗莎 怎麼講 一樣一樣 沒有 我希望同學這樣去 架構 練習造句 比較重要 煙火 這個時候就不見得是必然成立嘛 這個時候用 Tala 或Nana 就會比較好嘛 一樣喔 我希望同學去 換著 造句 看看 這樣 穿插來 穿插去 比較靈活 那煙火 看起來 好像 蒙娜麗莎的微笑 就這樣 阿姨真的很厲害喔 沒有問題 再來 其他同學 想看看 Tala也可以喔 這邊要注意喔 Nana的話是英國 這邊 Nana應該顛倒喔 Tala的話 就是 比如說 開車 不喝酒 喝酒 我就不開車 這個一樣的 剛好一個Tala 一個Nana 假如 你開車的話 就請 不要喝酒 假如 你要 喝酒的話 就請 不要開車 這是 因果關係 顛倒的 Nana 當然用 因果關係 顛倒 比較好喔 Tala Nana Ma 跟Tau 請同學一定要 練習造句看看 因為這四個很難 很難抓到那個 所謂的一個 判斷的標準 以及你在表達的時候 哪一個才是最恰當的 這個是很難很難的 可以嗎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 好嗎 那些花火 看見到 那些花火 Muna Lisa的笑容 像 喝到 運動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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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Cos 問的 Cain 南 南 我可以看这样 我饲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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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颠倒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 運転 運転した お酒 を飲むな お酒 を飲むな 運転した 申請不要喝酒 开车不喝酒 喝酒就不开车 这样才对 注意要 要开车 前因成立的话 就请不要喝酒 这就假如你要喝酒的话 就请不要开车 因果关系颠倒 这两个TALA跟NALA的用法 请各位注意 这样子好 这个就是 慕尊在比赛完之后 给人家的看起来感觉是 很悲伤的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 好像是 他输了 这个就是谁的感觉 受打 大家的共同看法 一般的看法 马给打 又打 我自己的判断 这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句子是完整 没错的话 当然就是这样 感觉 受打 又打 的用法 这边 这边 TALA跟NALA的用法 希望同学注意 这个就是我跟同学讲 动词原型加NALA的句 这种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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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强烈的禁止 那个强烈的禁止 用在所谓的标语上面 尽量少用 这种 尤其是强烈的禁止 严格的限制的话 最好用动词原型加NALA 动词原型加NALA 这样的句构 比较好 有没有问题 这几个练习 我希望同学都要注意 第一个 右打 受打 第二个 TALA MALA MALA TALA 这四个的用法 希望同学回去 今天下课以后 自己再把这四个 相对比的用法 找出来再看一看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下礼拜 我再讲一次 可以吗 TALA TALA NALA TALA TALA 这四个 希望同学把 之前的课本 里面所写的内容 拿出来 看一看 TALA 这一条 AO AO 这个 白髮 白髮 黒髮 黒髮 DALA 这会必然吗 不一定 R 这是不必然的 这个用拖会有一点点问题 这两个都是必然成立 拖跟巴都是必然成立 我觉得不一定 你有可能变棕色的头发 也有可能变成别的颜色的头发 这个地方非必然的时候 不一定会这个 非必然的 我是觉得用拖跟拿拿是会比较好 假如把白法拿来染的话 就有可能变成黑法 用染上黄髮になります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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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場合 必须 结果是后面出现的 必须 特に等的場合 所以 拖多半用在哪里 百分之一百会出现的 像什么 这种 这种句型 必然成立的 必然成立的 大自然的现象 大自然的现象 大自然の現象は大体当を使います 大体 よろしいですね 我酒飲んだら運転する するな 運転するなら お酒を飲むな 可以よ 先生 はい はいど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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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OK的 長い髪の毛を切ると 短くなります 必ず短くなる 这是当たりないこと 必ずになること はい 他には何か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对 这个对 我怎么会想错 不会吧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对 这两个到底哪个是 喝酒不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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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这样对 一先生 一磊肉 日本語 有好的老师的话 日文就会变得很好 因为这个是不一定 因为这个是不一定 所以用 是对的 阿姨这样知道 这个是必然吗 不一定 阿姨这个要注意 把的话 后面一定是必然会这样 だから レバー を使います 这个关系 ない 关系 ない もちろん バー とか ト とか 必ず 結果が 出てきます 必ず成立したものじゃないと駄目です 例えば雨が降ると水が溜まります 雨が降ると水が溜まります ここは低いから雨が降ると水が溜まります ここは低いから雨が降ると水が溜まります これもOK 必然的 因为这边 因为这边 这边 必然成立 这边假如下雨 就会积水 这边一下雨就积水 一船水を使って 一枚だ 日本国人はど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 不一定 我看見到他就像 先はね 慣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いれば上達に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OK まあ必ず出てくるんですけど だからここにはなるべく行ったら いい先生が行ったら もっと良くなれると思います なるべく場というタイプを 使わない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場使えば必ず後ろの結果が 必ず出てきます 高ければ変わらない 假如貴的話 ななな いらないなな私が欲しいです 這個應該不是なな いらない いらなかったら私が欲しいです 因果 国在後面 い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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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くつかも い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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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自身を いらない 先搞 這個是沒有問題嗎 假如你不趕快去的話 當然用前面會比較好 假如你不趕快去一定會來不及 這是必然的結果是ok的 這樣知道 好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同學盡量去找一般小說裡面的例子 來練習判斷 我下禮拜找幾十句 各種不同的句子給你去選 拖拉還是那個他拉拉練習看看 這個很好的問題 好 最後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變給同學看 這個很複雜的變化 同學注意看這個變化 好同學看 這個本來是怎麼樣變出來的 這個裡面隱藏著六個變化 同學注意看 第一次看到這麼長的句子 所以我一直想要把這一篇文章 給各位讀一讀就在這邊 同學看 第一個わかる 五段動詞 變最後一個字 變成否定型 變成第一變化 我加 我內 對不對 這是否定型 的變化 再來 形容詞的變化 後面加動詞 這加動詞 這是否定 對不對 加動詞 所以就變成 所以就變成 我加拉 我加拉 那句 那句 那る 就變成 形容詞 加動詞的句型 一變成 一變成 加拿 動詞 動詞 沒問題 好 再加上 てしまう る 再變 變成 わから なく な てしん てしまう 這個是 て しん 到最後 怎麼樣 結果 怎麼樣 結果 變成 怎麼樣 的 句型 好 る 變成 初音變 加て 對不對 然後 しん 再加 そうだ 所以就變成 わから なく なて しまい そ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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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 似乎好像 所以要用第二遍話 如果是圓形的話 就變成 聽說傳聞 所以同學注意看他的變化 好 なてしまう う 就變成了 い 加そうだ 對不對 然後 そうだ 再變成了 文章題 わから なく なて しまい そうだ ぺかる た 亮 ん 小 くん う